我們剛剛講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如何去掉不同月份 應該二月才能出現 可是它出現三月就不對了 所以要怎麼做 那將來最好是可以 我向下向右一次到底 全部都產生了 那當然最好啦 不然的話你想說 老師我用手動的方式改 如果你又產生不同年份的年歷 又再來改一次 那不就永遠改不完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其實有的時候 了解那個函數 了解VBA 其實主要用意是希望能不能一勞永逸 做一個解決方案 全部都以後再也不會找麻煩了 而且以後你只要按個按鈕 或者做什麼馬上就全部都OK了 那你就不用那麼辛苦 每次都重來一遍 其實我自己個人最討厭的 每次都重來一遍 那真的是很累人的 那如果每一段時間都要來一次的話 那真的就會覺得 哇工作起來完全沒有成就感 感覺好像每天都在做一些重複的事情 真的就不是很OK 所以我會盡可能想一個方法 如果那個事情是不斷重複發生的話 那你是不是可以想一個公式 或想一個VBA程式 那我就可以把那個問題 徹底解決了 那以後我只要按個按鈕 執行那個程式 那我的問題 就從此以後就解決了 那感覺其實還蠻愉快 所以以前在工作上 就會一直去思考這個問題 如果是有寫程式的必要的地方 那我就會思考 我不要突發煉鋼 我一定要寫個程式 那當然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不斷的鍛鍊自己的那個 寫程式的這個功力 所以有點像打怪一樣 哇剛開始可能只能打那個小一點的 然後慢慢的再打中的大的 慢慢即便遇到那個大魔王出現 那也可以輕鬆的把它打敗 有沒有 所以一樣啦 工作上如果一樣的方式 如果你也可以解決問題的話 哇那你其實我是覺得啦 相對起來 工作其實有時候也還蠻愉快的 因為就是一直不斷會有一些挑戰 那你把它克服掉就OK了 好所以接下來的話這個問題 我先把這個先清掉好了 Ctrl、Shift、向右、向下 我先把這個清除掉 我們重來一遍 那這個的話就是A2加1 加了一天 這個加了一天之後 那所以我這個邏輯判斷 我想的方法是這樣 第一個 我先插入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呢 就是用邏輯判斷 所以邏輯if if什麼呢 如果把A2 就是我的這個儲存格 上的儲存格 那就A2這個儲存格 我先檢查一下它的月份 所以month A2 OK A2它回來應該是1 1月份 那1月份跟它加了一天之後 一不一樣 所以我把它Ctrl、C 那中間做比較 比較的話可以是等於 如果等於A2加1 加一天 就是這樣 把它原來的月份 跟它加了一天的月份 兩個比較一下 可能是等於 也可能是不等於 OK 那如果等於做什麼 不等於做什麼 其實兩種寫法都可以 不過我在雲端上 我是寫 如果兩個不等於的話 那主要我是要判斷 如果不等於 意思是說 如果像剛剛這個 228 它如果原來是 228如果是 原來應該是2月份 可是把它加了一天之後 它變成3月1號 那顯然2月跟3月是不相等 那不相等的話 我就不要輸出A2加1 我就輸出什麼 輸出沒有東西 反之的話 就輸出A2加1 因為我們原來是輸出這個 另外就是說 如果月份不相同的話 那我就輸出空的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吧 不過剛剛我發現 有些同學 光看到這個邏輯 就轉不過來了 當然如果你 假如看這個邏輯 不太習慣 你也可以把這個 不等於 這個叫不等於 如果你把它改成等於的話 那其實差別是什麼 差別是把這個 放到上面來 然後把這個改成這樣子 結果一不一樣 一模一樣 只是說寫的習慣 像我的習慣是 我主要是要針對 不等於的狀況去做處理 所以我的習慣會寫這樣子 如果你假設 不是啦 因為之前有同學 腦筋就是怎麼樣轉過來 如果你怎麼轉過來 沒有你寫你習慣的 OK 我是覺得每個人的邏輯 那個腦袋裡面的結構 真的還是有不一樣 沒關係 你想一個你習慣的方法 反正 結果做出來是正確的 就OK了 好 那這樣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因為他加了一天之後的月份 是一樣的 所以一月應該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到底下這裡 應該沒有關係 因為都一樣一月 會有差別應該是二月份 那二月份做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儲存格是OK的 為什麼這個儲存OK 因為他加了一天之後 有沒有 他變三月了 所以兩個不相等 那輸出就空的 就沒有輸出A2加1 但是你說 那不對啊 下面這邊有一個景的Value錯誤 這個錯誤的話主要是什麼 Value Value是資料錯誤 為什麼資料錯誤 那我們推敲一下 其實為什麼出現錯誤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MANS B30 主要是你丟給他的資料 B30是什麼 B30裡面是空的 也就是說呢 你叫我去檢查 B30裡面的資料是什麼月份 但是你B30裡面 根本不是一個日期格式嘛 那你 他這個意思就告訴你說 你給我的資料是錯誤的啦 OK 應該可以懂了 那怎麼辦 如果你想說 那我還是不要讓他出現的話 其實我們還可以再多做一件 我前面講過吧 這個就是錯誤 那如果錯誤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過濾的方式 還記得吧 把這個剪下來 然後過濾的話 就是插入一個IfAir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那把公式貼到Value 如果這個公式有錯誤的話 那我就輸出沒有東西 有沒有 這樣不就可以過濾掉那個 緊Value的錯誤了嗎 這個好像我們前面做過 而且這個方法很重要喔 這個方法還蠻好用 以後你不希望說 你那個資料裡面會有一堆緊開頭的錯誤 用這一招就可以了 確定 好 然後向下填滿 有沒有 那二月份的話呢 向右填滿 你會發現呢 過濾掉了有沒有 其他的東西呢 也就通通都OK了 好 那這個第一個完成之後的話 第二個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禮拜六、禮拜天換不同顏色 那如果當然啦 你假設不會用寫程式 第一個 你可以寫VBA 或者另外有個方法 叫做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這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 這個是不用寫程式的啦 兩個方法 那如果你會用設定格式的話 也可以啦 只是說設定格式化條件的話 你第一個 記得要先把你要做格式化的範圍先選起來 那我們範圍一定是A2以下的全部範圍 所以我習慣是游標先放在A2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先把整個範圍的資料先選起來 好第一步喔 第二步的話呢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那我的規則是什麼 針對目前選舉範圍 你幫我做一個判斷喔 如果它是禮拜六的話 那幫我底色變成淺綠色 字變成深綠色 可是問題來了 這邊有好幾種規則喔 是根據值嗎 這邊有沒有禮拜六 沒有 這個有沒有 這個好像沒有出生格裡面 它只有介於等於小餘 它也沒辦法判斷 所以這個的話這邊好像沒有喔 其實只有一個地方 可以做到判斷條件 就是最下面一個 使用公式來決定要格式化哪些 公式的話實際上喔 這裡的公式指的實際上喔 跟我們之前輸入那個公式 其實是一樣的概念 你可以直接拿到這邊 拿到這邊填寫 那填的方式喔 你必須要記得啦 這邊沒有辦法 跳出那個函數讓你選 所以你必須要自己打 那打的方式是這樣喔 一先把範圍選起來 二就是先打一個等號 這個等號的意思是當 當什麼呢 當哪個儲存格 所以喔 我們要判斷是禮拜六的話 可以用weekday 所以week 有沒有 weekday 刮鬍 然後呢 給它一個儲存格 你幫我檢查一下 特別是喔 因為這個範圍裡面 從A2開始 所以你只要跟它講 開始的那個儲存格 是哪一個儲存格 所以A2 如果這個等號有點像 當這個weekday 去抓取這個A2之後 的結果 所以喔 再一個等號 比較麻煩的喔 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是有兩個等號 第一個等號是當 後面的結果 等於多少 禮拜六應該是多少 禮拜天一嘛 禮拜一是二嘛 所以應該是七 OK 所以 當 這個的結果出現的話 所以喔 如果把這個拿過來 檢查一下 A2裡面是多少 裡面是一 所以有沒有符合這個條件 沒有 沒有它就不幫你格式化 這個有沒有 這個是 這個一嘛 這個二嘛 二有沒有 沒有 有 一直到這裡 有了 有的話 你就要做什麼 底下就格式 所以格式的話 就給什麼 給字 假設 我希望 字的顏色 給我一個深綠色好了 然後呢 填滿是底色 給我一個淺綠色 按確定 所以特別注意喔 當什麼條件發生喔 所以這個是等號 這個條件 幫我填顏色 按確定就可以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A2 Ctrl-Shift向右 向下 選完之後的話 這個第一步一定要做 二的話 設定格式化條件 選這個 OK 第二步 第三步的話 輸入公式 設定格式 記得喔 這樣應該OK吧 你不要做錯 因為自己的同學 少一步都不行 OK 好 這個就禮拜六 禮拜天怎麼做 很簡單嘛 你做完之後 我的習慣是把這個公式先複製一下 等一下改一下 7改成1就好 按確定 禮拜六就OK了 52週馬上全部格式化完成 有沒有 好 禮拜天怎麼做 一樣 這個範圍一樣是選舉狀態論 再做一次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1 2 2的話是這個 然後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改成1 也就是禮拜天喔 然後呢 我的格式就是 填滿是底色 黃色 字的話呢 是紅色 色彩的地方呢 改成紅色 按確定 再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 禮拜六禮拜天 全部都格式化完成 OK 所以 這樣的話呢 就非常方便 而且喔 我印象中好像 如果現在是 我是 我現在第一天是輸入是2023嘛 那我要改成2022看看 Enter 你會發現喔 這裡呢 它蠻厲害的地方喔 有沒有看到 改這個喔 因為 底下是E-Day嘛 所以你會發現每個月的第一天都改了 每個月的其他的天也都改了 而且因為是設定格式化條件 所以禮拜六禮拜天也都全部跟著改了 也就是說啦 這裡沒寫半行程式 但是它其實效果跟寫程式 是基本上一模一樣的 OK 所以喔 這個就還蠻好用的喔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剛剛比較重要的1 這個公式加上去 然後第二個的話 記得喔 一定要先把這個範圍 Ctrl-Shift 向右向下 選完之後 再到這邊做 這個新增公式的規則的動作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喔